生肖虎,把悲喜抛却天外,让练练的时光,流进一缕缕的墨箱里,不去想岁月的声音在耳旁滑落,不去想明天的你我会待哪里,只愿此刻,好好珍惜生命赐予你我的美好时光。 虎年出生的人,全年运势会比去年愈较旺盛,特别是在人际关系上,会得到身边人喜欢和认可,能够在交际上如鱼得水,很会发挥自身的魅力和价值,能够认识到不同行业的精英人士,会为自己带来比较多潜在的展开机遇。 今年也会有比较多跟他人协作的集聚,生肖虎的人在十月,运气很好,很忙,工作,生活,财运,都会有惊喜来到,可能是忽然有工作的好时机,升职的时机,赚钱的时机,或者生活当中,有家人发明的惊喜,令他们的笑容愈加绚烂,生肖虎的人接下来心情都会很不错,心情一好, 工作什么的会更好,熟虎人士也攀升了一个月,现在这个月,你的命功将有极星相长,推波助澜,这一年你过得应该比较轻松,愉悦,这一年你将面对许多机遇,你要整顿自己的状态,随时准备迎接这些个机遇与挑战,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,不可盲目自信,懒惰患分,你正属于人生中的壮年阶段, 这一年你的事业运可以算得上红卷当头,你要在这一年里乘胜追击,把握当下,施展拳脚,在这一年你绘画属于你的红图,10.5综合运势,今日主事业运,在事业方面方面的运势多有好的表现,更有模式顺心之向, 事业运势,事业工作运上多有好的机缘,尤其是有合作谋事,的良好信息和机会,万好好掌握,财运运势,闲暇之时多翻阅财经杂志,可以收获良多, 感情运势,爱情中需要有主动的人,当感到爱情有些平淡的时候,就主动提出约会,赠送小惊喜吧,会让感情迅速升温, 健康运势,健康运良好,适当的使用一些甜品,有利于促进自身的健康运势, 生孝虎的他们十分具有人格魅力,精通人情世故,知道啥该说,啥不该说, 十月上寻好消息不断,命功的的财极心照耀,届时没运不再好运到来,财库打开, 倘若把握住好运,不是大奖到家,就是恨财大发, 此外生孝虎的朋友,接下来两个月靠着投资赚入第一桶金, 同时要注意的是,增强自身适应学习能力,只要功夫深, 铁橱也能摸成针,经过不断奋斗,未来再没人瞧不起, 属虎人性情好爽,不受约束,而且他很乐观, 不会被生活中的困难所打扮,属虎人觉得生活就应该是向前的, 那些不开心的事情统统留在过去的岁月里,当作一种回忆就好了, 属虎人给人的感觉或许不够稳重,有点不修边幅, 但是过自由自在的生活,就是一种人生的享受, 在享受的同时能拥有较大的能力去面对生活中的得失, 以及能很好的处事能力,所以,对于属虎人来说任何华丽都不是重要的, 洒脱就是他骄傲的资本,祝愿属虎的朋友, 财神亲自来送福快来接洗纳福, 也请你们替身边属虎的家人和亲朋好友送上最亲切的祝福, 点亮下方,并转发即可,祝福你们,喜报三元, 吉祥如意,招财内福,身体健康,万事大吉, 温馨提示,人的一生有其有落,就如那潮水那样, 咱们的运势也是如此, 许多人对现实生活感动苍茫,无法, 工作上不顺心的是许多, 财富也并没有逐月添加, 这些各种因果业障,心魔和雄心作乱, 既得不到摆脱, 建议请一个属虎人专属转运狩链, 除了保佑自身六优大顺以外, 也能保佑家中亲人一生顺遂平安, 还可以帮助你扬长臂短, 新人满,那吉祥,招财员, 忘事业的功效, 让你生活顺利, 事业顺心,身体健康, 万事如意, 也可祝望你的事业运, 官场如鱼得水, 职位步步高升, 达成目标, 做事越来越顺心, 运气越好且越多, 点击下方蓝色自己查看, 属于你的本命磨开光吉祥物, 拥有它你将会使得一生剧彩手彩, 顺利平安, 小贩免难,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别忘了按赞哦!